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上年12月有兩名國泰前機組人員 在香港隔離期間違規聚餐和外出 導致Omicron變異病毒帶入社區 這兩個人早前否認了三項 作為一個須遵照醫學監測規定的人 沒有遵照衛生主任所指明的條例 這條罪是受審的 今天在東區法院裁定他們兩個都罪名成立 裁判官說他們兩個出街是沒有必要的 也未能證明他們是真誠地誤信這個行為合法 所以入罪他們 衛生署的高級醫生作供時指案發的事 當時Omicron疫情已經擴散到香港 但這個46歲的前空少 非常可能引發了望月樓的群組 所以屬於第一批本地感染個案 黃官押後到下個月1日 以索取被告的背景報告等等 黃官說案情嚴重 被告濫用機組人員的特權導致他人受感染 考慮到控罪最高的刑罰為監禁六個月 期間兩個被告都需要還押看管 裁判官在裁決時引述了這條規例 他說除了必要的活動之外 機組人員接受醫學監測期間是需要留在家旁邊 直至底港第三天的核酸檢測情陰性才可以出街 首被告黃浩龍去年平安夜來到香港 第二天就離開自己住西環的家 去到次被告劉樂宏屯門的家 次被告劉樂宏送完黃浩龍去拿包裹 即是去巴士站後再去拿包裹 兩天之後劉樂宏去九龍堂又一城買東西 然後再去上環望月樓和爸爸和女朋友吃飯 黃官拒絕接納他們兩個的證供 就不認同這些行為是必要的活動 黃浩龍就說因為當時國泰要裁員心情低落 所以有必要去到劉樂宏的住所尋求安慰 黃官就反駁了 黃浩龍從未求醫是不是患上抑鬱症 所以未能夠顯示出他有重大的心理問題 而國泰已經因為疫情裁員都差不多兩年了 事態都不急切 黃官再反駁劉樂宏沒有必要送黃浩龍去巴士站坐車 對方46歲的成年人 懂得自己從西環到屯門 怎會當失路 還要送年人坐車去拿包裹 拿包裹也不急 可以等兩天後核酸檢測陰性才拿到未遲 至於劉樂宏說他爸爸因為手禮電話壞了 所以沒有辦法找到他 所以要親自買手機拿給他爸爸 也是非必要的 因為說他爸爸可以用他女朋友的電話 而用線方面更加可以直接叫外賣 所以總之一連串黃官都認為他們的行為或活動都是非必要的 所以拒絕接納他們兩個這個解釋 未能夠證明他們兩個真誠地誤信這些行為是合法 所以裁定兩個全部罪名都成立 定罪之後控方再傳召一個專家證人 就是衛生署的高級醫生 就說被告是傳播鏈 這個醫生就說兩名被告的基因排序相同 極有可能是互相傳染 而這個劉樂宏在12月26日開始有頭痛和輻射 比望月樓群組所有的確診者都更加早出現病症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是劉樂宏引發望月樓群組 一共感染了9個病人 包括了他爸爸和女朋友 盤問之下其實這個醫生就說 聖誕當日當然這個王浩龍是沒有病徵的 但是沒有任何兩個快速測試資料 醫生最後都同意 他說其實早於聖誕之前 Omicron的疫情已經擴散到香港 但是看回當時的新聞捷告 去到截至平安夜的五爺 本港一共只有5宗Omicron的感染個案 只不過望月樓群組屬於第一批本地感染的個案 可能之前那五批是外地輸入 只能夠說你兩個都死定了 雖然我覺得沒有你兩個 都不代表Omicron不會流入社區 可能終歸一天都會有其他的事流入社區 但是現在事實實是你們兩個 好 這一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讚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 文道餘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